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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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一锅热水 加适量的使用油 再加食用盐 适量 先来煮没有切的那部分 直接倒入锅中 盖上锅盖焖煮1-2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用筷子夹出一根 来看一下它滴出来的水 和普通的开水没有区别 现在我们把锅里的秋葵捞出 继续来煮第二锅 切开的 1-2分钟后 打开锅盖 不难看出秋葵的汁液 都溶进汤里去了 这可是天然的玻尿酸呀 流失了真可惜 看完这个视频 你觉得秋葵是应该切了再烧 还是烧完再切呢 现在我们把先煮再切的秋葵 把它切一切 这些煮完再切的秋葵 完整地保留了它的营养 和它天然的焦质 煮完的秋葵把它装盘 再把先切后煮的秋葵一起摆上 再来剥几个大蒜 然后剁成蒜蓉 小米辣 把它切成牛耳状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不犯小米辣 现在我们来调料汁 碗中加入适量的蚝油 大约小半勺 一勺白砂糖 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等比的水 用筷子搅拌 使其完全融合 锅中倒入适量食用油 放入蒜蓉爆香 快速的翻炒 以免糊锅 小米辣也放进去 继续翻炒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 煮开后光火直接淋在秋葵上面 这样一倒 美味的蒜蓉秋葵就完成了 这样做的秋葵非常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是阿慧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